看著堂,千萬不要順便亂拍喔 各位觀眾有一名南大學生,原本有很遠的臉 想不到很幾天打聽在他的臉上的堂 讓他的臉出現後,大面積的紅症 也還有消水泡,怕他去看醫生 才知道自己打到的是飲刺蟲 獨夜,讓他原本很遠的臉,救命變身,怕救命 手機到,眼睛跟旁邊,大面積的紅症所在 最小的一看也還有一點點開藍 原本白白的臉,現在我們變身怕救,讓他很艱苦 就以後才發現,原來是影翅蟲真的好 怎麼也想不到,只是輕輕背著影翅蟲 就引起這麼嚴重的紅症 就不要,這邊不能碰到被子或者是枕頭 所以以前有聽過影翅蟲會造成那樣的狀況 其實沒有想到說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沒想到剝掉影翅蟲也會這樣,所以那個很恐怖 發現到類似的狀況的話,就是不要去拍檔 那如果也可以用吹的把它吹開來 或者是說用東西扇子輕輕的把它剝開來 這樣子會造成減少他的傷害 對,因為只要接觸到皮膚的地方 就可能會引起大片的潰藍 看不清楚以為他是蚊子馬上用手去打他 這是不對的,你一打的話他的體液就會流出來 那他的體液帶點酸性 那酸性就會引起我們的皮膚痛,還有紅腫起來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打他 專家說,其實因刺蟲只要不要打 基本上不會對人體造成危險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去吸到 先用大量的水清洗之後,很快就醫 所以在亞娃,嘟到影翅蟲,下手不燙那裡快 他不用不小心成為一個受害者 最新新聞,朱來欣,家紀官,蔡宽伯登